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他不再没有好好的制定一个规范 没有照顾我们人民 反而要我们人民走上街头 然后让我们辛苦 然后过日子 这样还不够 还要让我们人民 都要身上 每个人身上都要被输送来欺压 然后去伤害我们的言论自由 台湾这几年 各地都有非常多的 这个抗议抗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事实上 并不是应该要这样发生 而是我们政府 摆烂不作为 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江部长 江院长 是政治学博士 然后最近各部会 都在办理这个 听证会 公听会 但事实上这些听证会 公证会都是假的 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院长呢 江院长怎么 明明知道 这个听证 在我们这个公共参与 民众事务 这些公共事务 这制定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却没有好好地要求 这各部会 来进行这样的事情 他的贡献事实上 应该要放在 怎么样动员 怎么样教育 他的各部会的 这些行政官员 而不是动员 这些大批的警力 来镇压人民 行政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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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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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番红车 跟今天 他刚才一年过两天 给大家报告 这一年过两天 跟我们政府的无令 我们有一个安全纪律 他也知道 他经验到现在都没有做 我们八世 搖到抗争这条路 实在很无耐 我们不是一百英雄在抗争的 我们是无耐才出来抗争 想到这一年来 只有我们英文车来到台北 几十台 几十台 再去让他们上属几十人 最近还团说要去做彼路的 万里分寺所做彼路的 还七月 跟这官司 一好在家在 整家人 有才外来支援 不然这官司在打 实在就没人敢出来抗争 华光社区的破欠问题 从来都不应该是用 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民事诉讼 使用拆污环地不当得力 拆污环地 让居民流离失所 不当得力 把居民连 喊出自己声音的方式都消失了 居民因为背负高额的不当得力 数百万 让居民没有办法在媒体面前 大家高声的喊说他们 遭受这样的破欠 因为法国会告诉他们 你在喊啊 你在叫啊 我告你脱彩 我马上追逃不当得力 这些方式 都是国家面对他们 手无钻铁的人民 最好的武器 第二 华光社区在倒差 在一系列的行动当中 累计将近超过50位的声援者 遭到刑事诉讼的 案件的移送 包含32733位 42416位 以及后续所有行动 极有法 妨碍公务 侮辱公署 各式各样的罪名 现在累积起来 已经超过了50位 我们想要请问 这样的司法 是我们人民要面对的吗 等一下 又更大 也不会来我们的晚期消息 对吧 从7月18号以来 总共有 21名朋友 因为 为了大普事件的不公不义 被上手铐 被带到警察局 被留置在警察局里面 我们常常在想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这些人手无寸铁 他们有的是学生 有的是教授 他们安居乐业 他们只是今天在新闻上看到 大普事件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面 我们想要跟政府讲 当你们觉得我们不理性的时候 你们有看到 这五年来 居民 他们下跪向政府求情 他们不断不断的在释放出 他们 訴求 第一点就是到 马无江流到现培草 居民 来台北澄清不到几十次 然后 第二点是大普事务 地归原主 第三点是彻查 劉正恒热内 所有的土地炒作 第二 张耀庞的主人 彭大姐 张大哥 他们从7月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 上街头 然后 然后 对不起 一直到今天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 全国官长公联联盛 老委 动用了八十几位 第一次 我们十六年以前 老委会告诉我们说 因为当时是 公人一个公道 所以我们会 从这边开始 穿行到 我刚提到的 公公公里 验 인 人 从老区中 落脚到这个地方 甚至用那個 瞧音流行车 来扰乱他们的生活 难道他们没有钱力 替出租這些我們不要的東西嗎? 不管是台北的都更案 這個苗栗的這樣的反風車的這個案子 還有各地包含這個 呃...華光社區反破千的這樣的一個案子 農村陣線所支持的各地的農村的 迫害、破千、大譜等等的事情 還有官場工人的這樣的一個迫害的案件 我們發現其實江院長是有機會的 他基於一個政治學的一個博士 他是有機會對台灣做一些貢獻出來的 但是他沒有做 愛我們的家孫 愛我們的家孫 向我們的土地 愛我們的家孫 愛 empowerment的搭配 平樂的搭配 愛美化的搭配 那不是民家的靈體 經濟動裝上去的 那就是剛才蒜蘭的地 我現在從零原來都仍然沒有 在這裡 是在這地方 我手從不講幾句 提起你 你是在那種類生主 不是這些人 你自己人是想了 你如果大家搭配 我自己人是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